張善鎮 張善鎮 拜託 拜託 身穿雨衣靠近門口打招呼 張善鎮三十一號來到陽梅掃街 整條七樓只要有店家就停下來 跟鄉親擲乾淨 說到台積電要來桃園設廠 他講話很酸 其實桃園這幾年競爭力相當強 像是行政院主導的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桃園就獲得三千六百億的投資 超過三十個工業區及科技園區 去年產值將近三兆 鄭運棚陣營開酸 張善鎮的選戰策略 也就跟老大黨韓國瑜很類似 當年韓國瑜不斷唱衰高雄 如今張善鎮也用類似方法 點滴桃園 只是桃園到底好不好 恐怕居民心中最有感 三類新聞 實名企 蔡詠恩 桃園採訪報導